大家也不妨算一下 从一个孩子的一直到出生 到成长 那所需的费用 他们是不是能承受 我们大致的说一下吧 一个怀孕的话是加强营养的 那么现在吃的东西都是 那么孩子 要孕妇到医院 那个开销 现在到医院去 大家心里也明白自己掏的钱也不少 然后 孩子 不顾最低以后 越少 要来上门 因为 就是小夫妻的家长是四对 两对四个人 那么小夫妻也不放心 家长是好心 那么小夫妻以为呢 他们不懂营养方面 育儿的科学方面 他们情愿 就越少越少 因为是经过培训的 如果是金牌越少的话 那更厉害了 对吧 一个月 那至少都两万出头了要 那么这种费用 然后孩子的奶粉 那么大家也知道 现在孩子必须吃奶粉 以前是母鲁未养啊 现在基本上都是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是为了 这个产妇能够保持苗条生产呢 还是为了小类营养 各民吸收 这个就无法采测 但是这笔钱是省不了 然后七七八八这个去掉以后 奶粉要过 以后是什么 学龄前的教育 现在不能让孩子输在那个起跑线上面 是学龄前的教育 还到幼儿园或者托儿所 还没进去 有的父母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已经去给他联系什么 名牌的幼儿园 名牌的那个托儿所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这个是超前教育 那也是要花钱的 现在这种家庭教育的话 按小时计费 好 好不容易要到小学了吧 那么按照一般的话 小学是根据你户口直升的 对吧 你户口所在地是直升的 那么又扯到什么呢 学区房 大家听说过 你买了一个学区房 在一个名校边上的话 你是名正言顺的 你在这个这个学校里面你就学 那里面也是老师也是名师 那么家长都愿意干这个 对吧 那这个这个不是隐形收入 我也是看得见的时候 有的家庭条件好一点 无所谓 我添一套房产 就是为了这个学区房的一个名额 那么有的家庭条件很一般的怎么办 明明我住的大的三房 一厅三房两厅 大的两室一厅 我去买那个学区房的老婆小 为了上学 对 为了孩子 我委屈一点 原先一百多平方 将近两百平 我去住个五六十的 为了孩子能上个这个名牌学校 那么上了以后呢 孩子生气还算好啊 如果名列 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的话 那么家长还省心一点 但是呢也会给他找提高班什么 从小学开始 一路往上出中 那么到了高中根本 中考我忽略一下啊 中考忽略一下 高考了高中了 人生当中最紧张的时候 是还对孩子来说 家长 上神 要花钱 名师 如果是 不是一门学科 几门学科一块上 那么 这个都是在眼前都能看到的 都能看到 然后好不容易进了学校 九八五也好 二二一也好 四年拼搏 出来了 现在出来并不是马上拿着金饭碗去 上班 不是的 要找单位 这又要拼爹拼妈了 拼不到怎么办呢 要到外面拼关系了 一说到关系 又是个金钱 好 就算你进了个单位 父母要操心了 孩子的 回应问题了 那么七七八八 我刚才说了这么多 就我如果是我 现在是 晚生二十年 我也不愿意生小孩了 这么多的 一套程序下来 我一辈子辛辛苦苦 我说成立个家是为什么 说起父母 我自己 跟我另一半 我当然是想 找个幸福的 安逸一点的小港湾嘛 一个孩子是我 生命的延续 但现在这个生命的延续 代价太大了 您说对吗 那么我是能理解 他们是定客了 之所以定客 他们也不是不考虑 我以后 他们以后老了 那么现在又是什么呢 养老忘记 我暂时不展开 说明他们想的明白 想的开 以前是说什么 养儿防老 但是现在未必 你现在家里情况好 养儿防老 能实现 或者是孩子孝顺的话 这个都能实现 那么谁都不知道 我现在这个孩子 现在这么小 以后到大了以后呢 老了也有担心的 那么作为我 现在如果是刚结婚的话 我种种原因考虑下来 我宁愿定客了 甚至有的是不结婚也有 现在的家庭定客 我真的理解 对吧 除了有经济方面的 还要考虑到 那个以后的 生老病死也好 养老问题 这个都很实际的 你不要以为 年轻人不考虑啊 我现在就是结了婚 我什么都不管 反正有点不是的 现在的年轻人心事啊 很缜密的 真的 所以说我能理解 之所以有定客家庭这么多 不管是 这个当时大人老 对社会的发展 我认为并不是什么好事 因为我们 到目前为止 享受的是人口红利啊 而这个人口红利是什么 现在每年都在往下降 人口出生率啊 往下降 那么等若干年以后 社会进入了老龄化以后 年轻人接不上了就是断层了 在这个情况 现在韩国 日本 他们 走到我们前面去了 他们现在也是这个 已经是 人口这个红利也消失了 我们泱泱大活 14亿人口 以后这个红利 每年也在组织下死 这就是令人担忧的地方 我能理解丁克 但是对这个现象 我不是很赞成 理解会理解啊 按我们人类发展的话 是生生 世世代代是生生不息 世代繁衍 然后才有一个传承 包括文明也好 我们整个家庭 每个家庭是组成了一个社会 那么这个社会也包含了文明 也包含了经济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认为是要断层 谢谢大家